而艺人刘湘慈呢 则是在脸书上面秀了 能到说蔡英文 蔡英文她是蔡中文 因为呢她写了一句话 无日三省无声 到底是哪一个声啊 是这个看到荧幕上有两个声啊 结果她写错了非常糗 因为她还是中文系毕业的 一身橘红色 闪讯教官的制服 穿在刘湘慈身上好威风 不火辣的女士官长 现在却被新人爬到头上 让她气得在脸书上回呛 刘湘慈在脸书上po文说 拍戏的时候被新人指导 还问我你懂吗 当下脑袋一片空白 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 刘湘慈甚至火大到廖伦宇 说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但是回复粉丝的留言中 一句无日三省无声 却被发现 这无日三省无声 怎么写错了啊 声变成了声 真的是有够糗 第一个 套袋 油 背带 胸带 以及腿带组成 其实刘湘慈之前 就常常被抓包写错字 没想到这是上网 抒发心情又吐嘴 至于综艺大哥 胡瓜则是有阅读障碍 需要看剧本时就请工作人员或女友念给他听 再背下来 很痛 尽管阅读方面有困难 胡瓜凭着记忆力 仍旧成为主持天王 看来留箱子也要好好努力一下 不要再写错字 一笑大方 综艺新闻综合报道